劳动收入 这是劳动收入跟非劳动收入 就是他所谓的管道收入 这个其实我们都明白了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就有四个字可以改过了 知义情难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真正去做 其实也不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不想要各位听了这个视频以后 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相信每个人所得到的 那个知识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能够感受都不一样的 但我们今天来好好详路的 深入的去分析一下 所谓的那个劳动性收入 跟非劳动性收入 劳动性收入其实很简单 那个劳动性收入呢 就是我们用劳力去赚取 获取的一个收入 但是如果讲白话一点 劳动性收入我们吃的是什么 青春饭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有体力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劳动的 那个工作的量 去获取赚取我们的报酬 这个叫做劳动性收入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什么 靠我们的体力 靠我们的劳动 靠我们的双手双脚 或者说这个去换取我们的收入 当然也有人说 我们只要是口情 手情的话 我们就没有收入了 这个就是劳动收入的一个现实 那自己非劳动性收入呢 就是非劳动性收入呢 就是非劳动性的收入 其实我们有很多种 每个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是非劳动性收入 这个其实类型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赚了这个收入以后呢 我们把钱存进银行里面 去赚取那个赚取的银行的利息 这个算不算 这个非劳动性收入算 只是说每一个这个东西的做法呢 所得到的报酬是不一样的 当然你放在银行里面的利息呢 很多人会觉得比较不满意 那不满意的情形的话 你可能会用更起来的更多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能考虑买个房子 买个土地 在中国来讲买土地比较困难 那如果是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或者盖个房子 然后以后用收入 用那个房租的收入来赚取 这个房租的收入算什么 算非劳动性收入 就是它不是靠劳动赚来的 我们用我们的资产 然后去获取这个这样的收入 当然又有人说我去创业 我去创业我弄一个公司 然后用这个公司里面呢 去雇用更多的劳动的人群 然后帮我赚钱 最后我就是等于类似资本家 然后我有这个资本 我就可以获取这样一个 非劳动性收入 那这个我们评估一下 其实现在创业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很多人创业了 也倒闭了 还费了不少的钱 因为毕竟什么 它的资本额 它的资本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资本的话呢 你用想这个来换起这样的收入 可能相对的会比较困难一点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 跟评估现在的那个风险 我们也知道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很多公司很多人都创业失败了 也倒闭了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就想我们用实体见面来讲话呢 那风险就太高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另外一个更快捷的方法 比如说投资在股票 投资股票也是非劳动性收入 但是股票的风险呢 我们也知道相对非常非常的散 因为你可能可以赚很多的钱 也可能会倾家淡产 当然有人想说我要更快的方法 我赌博可不可以 他说我也可以 那也是属于非劳动性收入 所以基本上我们非劳动性收入 每个人的选择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选择里面呢 有哪一些是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必须要评估一下 那我个人认为说 因为在中国来讲话 现在也很多平台 包括网上 网络上的这个网购来讲 大概平台也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要如何去评估 或者去选择这样一个非劳动性收入的话 那在我们有效的时间 跟我们的有效的那个资源里面呢 我们如何去做一些赛选或者一些选择 那这个我个人在提供这样一个参考 给大家 我觉得选择这个非劳动收入 它必须有三大条件 3 big condition 我们必须有三大条件 这个条件呢 才就是 non-earned income 就是passed income 就是我们讲的是 管道收入 因为这个 这个非劳动性收入有很多名称 有人称为管道收入 在黑人叫管道收入 那我认为是资产收入 就是我们用有资产来赚起的收入 或者有人叫系统收入 system income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知道说 如果说我们要讲这个收入来讲 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 我个人认为是第一个条件的 这个收入 这个非劳动性收入 是持续性的 还有persistency income 它必须要是持续性的收入 必须它可以一直有收入进来 不会说今天我劳劳 我辛苦做了以后 一个月两个月以后过后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当然有些 比如说很多直销的品牌 一下子看到很多很大的收入 这些 direct sales income is very big 它的收入是非常大 但是好景不惨 它只是昙花一现 一下子中了这个钱 很多人就不见了 所以它又要换另外一个时间 so once you stop the business the career then you need to change the career again this is called direct sales 我们就讲说是直销的 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非常大 吸引力也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persistency income 必须要持信心的收入 它一直有在进来 可能进来这个钱 可能就三年 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 maybe one year three years ten years or twenty year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ncome this is called persistency this is the first condition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它是可以传承 inheritage 我们这个生意做了以后 当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老 会老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的年龄 年龄限制的 当我们努力了这么多以后 我们会不会老 老了以后 我们这个资产 或者这个收入 我们会不会传给下一代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那个叫传承 我们现在辛苦了以后 我们希望这个事业 或者这个收入 是能够给我们下一代 this one very important we need the heritag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is the second condition ok let's say whether this income can heritag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k and the third important factor 这是我们第三个条件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收入 或者是这个生意 是可以让更多人 有受贿的 ok this career this career is it can benefit more people you can get more people to benefit on it ok 我们来个简单的 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本身 这个生意本身 是不是有更多的复购者 比如说我们买了这个东西以后 会陆续有更多人 进来买这个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表示这个生意 它是比较有远景的 它必须要有future so more people coming in to buy more product ok so basicall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he fact 我们是第三个条件 就是什么 我们让更多消费者 去接受这个产品 如果能够更多消费者 去接受这个产品的话 那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它是比较稳定的 它比较稳定的 so this comes out of the system income or earn income passive income 我们讲到这个passive income来讲的话 这个passive income是比较什么 比较稳定的 stable it's more stable passive income 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 这三个条件 而很不巧的 就是在这个三个条件里面 爱多美就刚好符合这三个条件 爱多美这个平台 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you know that atomy, korea, brasilia who feel these three conditions the first condition is what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persisted income 它也持信心的收入 第二个income是什么 它是可以 heritage 它是可以传承 它的收入是可以传承的 you can heritage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third factor is what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三个条件是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消费者喜欢这个产品 we get more people to benefit on the product itself 我们会让更多人来买这个产品 所以是这个三个条件 I think these three conditions we get so called atomy beheaded 我们在爱多美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这三个条件 所以大家不妨用这三个条件里面 去思考 去看一下 这个事业 是到底 爱多美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业 因为如果说 你要明白了 这个事业以后 我们就讲说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实行 怎么去做 当然我们讲在前面 一直特别强调 知意行难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 概念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也不见得很简单 我们做起来是很辛苦的 You see this is about Badline's Charlie It i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but very hard to fulfill very hard to execute it 所以我们做起来 其实是不简单 那我们在爱多美里面 其实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系统收入 系统训练 就好像我们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 我们下个礼拜二 我们有个正式开始 第二期的训练 这个训练 就是我们让更多的人进来 去了解这个系统的一个 一个帮助 This is called a system training We provide system to train all the newcomers Espace for new distributors 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训练 让更多人 We talk about the next Tuesday and Thursday training section OK 所以我们会让更多人进来去参与 参与这个过程中里面 我们最主要是什么 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产品 跟如何去分享 I think in the training section There are only two key values You understand our product more The second one You need to share our product to more people This is the key value for the training 我们就是在这个训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产品 然后去分享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系统性的一个收入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 当然我们在ITOM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系统方法 We all got more training system You know Now we can talk about five core values five top values 我们也讲我们有个五个方法 这五个方法里面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去了解一下 看这个你能不能从中里面去学习 或者得到更多的好处 第一个 这五个方法里面 The five methods We talk about five methods OK The first method 我们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必须一个目标 必须一个梦想 We need to have a target We need to have a goal setting You know 就好像我们开部车一样 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不是我们要开什么车 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车要去哪里 You know As an example that We drive a car You know No matter what type of car It may be a normal car You have a sport car But we need to have a destination You need to have target You need to have a target Where to go You know How to reach it You know 我们要去哪里 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达 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目标越清楚的时候 你这个力量 所使出的力量 会更加的庞大 You understand more about your goal Your target You can explain more about your power That you can achieve You know Faster 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快地去完成我们这个目标 所以目标是非常重要 对每一个事业者来讲 目标是第一个条件 You need to have a set of goals 第二个条件 我们必须要什么 更多的参与形式 在爱陀美里面就特别强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我们参加会议 类似今天的会议 我们要礼拜二、礼拜四还有其他更多的会议来讲话 我们参加会议 最主要是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公司的硬做模式 OK, we attend the meeting basically wan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ompany more about the product If the company is not the so-called right company you want to choose Maybe then you need to consider more 当我们发现到 这个公司并不是我想象中的 想要的这个公司 那我们可能就想一下 这个是我要的 那我们在爱陀美里特别强调是大中精品 We talk about x3 price and x3 quality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公司是真的有在实行这个价值 它是不是真的有在做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公司里面 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Ximo Hing 我们换利盈 我们换利盈一直这么多年来 我们只有加价 加量但是不加价 We increase our volume The stock by Ximo Hing We increase our volume But our price still the same 这么多年里面 十多年了 爱陀美的价格并没有变 但是什么 它量变了 它的品质改善 所以结果就是我们讲的 X3 price X3 quality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出席会议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训练会 我们最主要知道说 这公司是不是真的 这么认真的去付出 认真的去实行 这样一个价值 那我们就想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这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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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选择 A2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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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的事业模范 我是不是要投入 这个所谓的管道性收入 我是不是要选择 这个管道 来进行我的收入 so we talk about part-line you see whether you need to choose whether this part-line is what we are looking what you're looking at yeah if this is the part-line you really want to target for it this是不是我们要的 part-line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管道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就是 我们必须要什么 我们必须要好好 我们必须要自己 去喜欢 去认识这个产品 You need to become the end user you need to really become the user to really understandable to put that We call consumer 我们必须要本身 也是成为一个什么 消费者 然后我们就是 产品的爱用者 产品的爱用者 产品的爱用者以后 我们就变成 我们的autoconsumer 我们是自动消费者 我们 我让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都必须要进入这个过程 我们开始是一个user 我们是一个消费者 消费者以后 我们这个产品的 爱用者 爱用者以后 我们必须要变成一个什么 autoconsumer I think this is a trip the process is very is the same everybody will go through the same process the first one you need to become a user the second one is you need to become a lady consumer product a lady consumer and the third process you want to become a one become a autoconsumer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autoconsum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我们最后 能不能变成一个什么 自动消费者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个 我们讲的那个方法 第四个呢 我们必须要什么 尽量去搜集爱多美的一些视频 跟训练的一些课程 这个在网上都可以讲得到的 在YouTube 在我们的神志 在我们的官方网上 这些学习的平台全部都有的 里面也包括董事长的 这些视频 包括我们平常 我们的一日圆导会里的视频 都有 你可以回去重新去看 去了解一下 我们其实了解的重点 就是必须要了解公司 必须要了解产品 然后第三个 我们必须要了解方法 去做 所以 we learn from the video the video basically we need to really understand about three key factors first on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company how the people run the company the second one is what kind of product you are using what kind of product you are using and then the third one is how you going to market how you going to share the product you know how to share the product to other people maybe then your pipeline will become more stable 那你的稳定收入呢 你的管道收入也从这边来的 因为你学习了 你在应用了 然后你就能够什么 能得到回首了 这是第四个方法 第五个方法 就是我们 大家都讲了 我们学习了以后呢 我们要懂得什么 去分享 the fifth method is to you share our product more 当我们对这个产品 有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分享出来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懂这个产品 我们懂这个产品 我了解这个产品 我们不讲只是货产品 我们日常的 日常家用的产品也可以 或者所谓的保健品 但是保健品是比较复杂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了解 这个产品的一些 使用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分享出去的 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什么 更加的 有说服力 you share about product you share more on the what the confidence we have it we have convinced ourselves after we convinced ourselves then we can convince more people 我们自己被 已经被我们信服了 我们接受了这个东西 我们了解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分享出来的 就是一些信心 一些传达信息 我们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 当然我们可以讲的 比较远大一点 因为其实爱多美 在传达这个信息里面 有分多几个方面 If you want to convert a message it is a few channels OK 第一个管道就是 我们在分享 这个产品本身 是不是一个 环保的产品 we do power product we do power product yes 我们的所有的产品 包括我们的牙膏 我们的牙膏 我们的牙膏 我们刷了牙以后呢 我们的漱口水 可以现在去浇花了 那我们是不是一个 we do power product is environment friendly you need to share about this message 我们可以把这个 message 传达去给我们的客户 我们是不是一个 环保性的产品 或者另外一个管道就是 我们这个产品 是不是一个有机的产品 organic product 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机的产品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所用的那个化妆品 of our use of cosmetic of cosmetic is more on one natural product 我们用的是天然的什么 植物性配方 天然的植物性配方 意思说我们用的比较偏向于 能够保护消费者的这种肌肤 这种肌肤的功能 所以我们用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有机性的一个产品 可以让我们有效的 让我们的那个消费者能够得到 更多的好处的 包括我们的保健品 我们并不是用化学的成分 来做保健品的 我们用的是什么 植物性的 当然有一些部分 只是动物性的这种成分 但是多数都是什么 植物性的成分里面 让我们的更多消费者 去接受这个保健品 然后能够真正受益 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 或者我们白话讲 我们用的是中药方 中药的成分 You use more natural the palm based animal based condition 我们用的就是这些条件 让更多人能够什么 去收费 所以我们就有五项 这个方法的话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方法 我们若想五项的这个方法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 这个管道性收入 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pest income 就是Helen一直在强调的 pest income 他们也成为管道性收入 或者资产收入 所以五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方法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必须有个梦想 我们必须有个 you have a goal setting 第一个 the first one you have a goal setting 第二个呢 我们必须要attent 我们必须要出席 各种的会议 conference 或者seminate 我们必须要 出席不同的 at to domain 的那个活动 跟会议 去了解 这个公司的一些 一些 是不是你要的这个公司 甚至你选择的公司 第三个 我们必须要是什么 成为产品的爱用者 we need to become a autoconsumer ourself 我们必须要自己 必须要是一个autoconsumer 第四个 我们每天必须要观看 不同的学习 我们每天都要学习 去看不同的视频 或者更多的内容 we need to attend we need to learn more from the video the forefront 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我们要懂得 如何去传达这个产品的信息 we need to share more about the message to the consumer 就是分享更多的产品 让更多人去受益 这个就是五个方法 当然我们在爱装里面 还有其他系统 包括八项的那种方法 我们在不同的这种管道里面 都可以一直在让更多人去了解 去分享 但是我跟你讲 所有的训练里面 综合起来就两个东西 所有的训练里面综合起来 the summary in the summary the whole training section we need to key factor key value we need to understand 第一个呢 我们在想 我们是不是在选择这个公司 we need to choose the company 第二个 我们是如何去分享 这个公司的产品 就是这两个 这是我们要不断学习 所获取得到的一个效果 我们去了解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去分享这个产品 we learn from more from the Buddha and we share more from the Buddha excuse me 我喝个水 今天话讲多了 所以我用一点痒 OK 我们大致上 我们讲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 un-passed income 就是Pathed income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前面这个故事 这个布鲁诺跟帕保罗 他们两个的选择是不一样 所以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那个我们讲 布鲁诺用的是什么 劳动性收入 is called un-income 帕保罗用的是什么 帕保罗用的是patched income 就是我们的管道收入 或者系统收入 那我们在爱东美国叫做 一个系统收入 我们用通过系统里面 去形成的这样一个收入的情况 那我相信这个 这个道理大家都容易明白 但是如何去做 去实行的话 确实是需要 需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的 我们是不是 但是我们个人认为说是值得 但我们减对了一个方向 减对了一个平台以后 我们就要投入时间 然后就慢慢就获取成果 当然如果说你要获取成果的话 我看前面讲的三个因素 是大家必须要考虑的 第一个因素 这个收入是不是一个 持信心的收入 也就是 持信心收入 第二个 这个收入是不是可以 能够 它是不是可以传承给下一代 第三个 这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产品 是不是能让更多人去收贵 the product itself can benefit more people and more people more concern will come in Dubai 所以我们的复购力 这个产品本身的复购力 是不是够强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样一个事业 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事业 当然我们没有讲说 这个一定是唯一的一个事业 但是我觉得在爱多美里面呢 这个事业平台呢 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东西呢 我研究了这个产品四年多 但是发现他们能做的时候呢 真的是 脚踏实地的经营这样一个事业 他真的是在做 所以做法 Atomi Company 是非常稳定的公司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性的公司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部分 也差不多了 能快到一个小时 这9点50分 各位有关于这个收录的部分 有什么疑问 Anything you want to add and Helen? I think my letter is finished Yeah, finished Yeah, enough, enough OK OK,谢谢,谢谢 Helen OK,我们开放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来研究一下 单单有什么东西来发表一下 很久没有听到你讲话了 很久没有听到你讲话了 你听不到我讲话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 好久没有看到你的那个 看一下你的营屋一下 你好久不见你了 现在坐飞机去中国好贵哦 又没有签证呢 你现在都不能过来啦 我们现在可以飞 全世界全世界我们都可以飞 就是唯一中国不能去 对啊,你过来中国还要回 你这14天 对啊,所以再去中国真的是很挑战的 因为我们现在去欧洲啦 去北洲都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出门啦 基本上去欧洲也不用隔离了 嗯,所以全世界 中国好原则啊 哦,那是不容易去中国 因为现在他们很控制 那确实是很严一下的 说也好啦,对你们,对大家都好 我们这个疫情呢 我们大家还是要小心保护自己 好不好 那你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管道性收入呢 这个部分 你有什么东西疑问 或者你要补充的吗 或者讲的不够完整的 你补充一下 那个老少子看过了 你是说你要把它做出来 这个事情还真不容易啊 对,我刚才讲的知意行难嘛 对,我刚才讲的知意行难嘛 那刚才那些内容 你参考一下吧 这个是非劳动性收入的一些方法 那我也加了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跟想法在里面 大家也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 然后你可以再加在里面 最主要是我们让每个人能够更多 去了解我们非劳动性收入 其实选择很多 但是我们最后选择就是 必须有一些标准和条件 然后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能够完成 所以我刚才讲的三个条件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是不是有些平台是没有的 有些是有的 比如说它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永续性的收入 然后它是不是一个 能够传承的一个事业 第三个它是不是能够 让人家满意的一个产品 有付扣率非常高的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容易 这样讲可以 可以 够客观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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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ana 有什么要补充的 Nana你方便讲话吗 今天礼拜六应该可以吧 Nana你听到吗 我听了我听到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管道性收入 你有什么补充的 或者你觉得是有哪什么地方 讲的不对的 可以提出修正 没有 没有 挺好的 没有补充的 挺好的 你太客气了 我今天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管道性收入呢 提供大家参考了 我们也提到一些标准 一些做法 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 枝意行难 知道很容易的 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 几十年前我们都懂 但是问了几十年前后 我们还是没有做成 我们还没有去完成这个目标 因为 the theory is very simple Everybody understand the theory maybe we know the theory more than ten years but until today you're not fulfilled the dream or so you cannot restate 二十年后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 去完成这个目标 不过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方法 我就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爱教美食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OK so I think so I think so我们是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去了解产品 了解 学习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们一起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I think more important you need to learn each other you know you need to learn we can learn from highland 我们跟 highland 学习 我们也跟在出席会议的时候 跟不同的人学习 can learn from different different people you know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参加了礼拜二 礼拜四的一些课程的时候 我发现爱教美的家人 很多人都愿意什么 愿意无私的分享 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经验 跟一些东西分享出来 不会那么自私 然后我们可以从他中中里面 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I think my part experience from the attending seminar or conference you know we know that most of our atomian you know atomian atomian family family member hear really re really king to share i experience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platform also because Everybody we are from different groups, we do have a so-called interest in each other, but we don't mind to share, that one is very important,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初期上礼拜二里面,很多都是跟我们没有利益关系的, 大家都能够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所以我们觉得爱多美是一个学习的平台, 让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集会, we end our korea motto. Okay,are you ready? Yes,you are ready. 영혼을 소중히 여기며, 영혼을 소중히 여기며, 생각을 소중히 여기며, 경영한다 믿음에 굳게 서며 겸손이 감긴다 Okay,thank you Thank you See you Tuesd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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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